文化中心图书馆外墙因为红砖剥落及顺水 在4月份展开了修缮工程 预计在9月底可以完工 文化处特别在图书馆的外墙贴上施工进度 跟民众一起倒数完工日期 最近的文化中心图书馆正在施工 使用的民众都感到有一点点不方便 所以关注着工程进度希望快点完工 文化处也特别在图书馆的入口张贴工程进度看板 要跟民众一起倒数完工的日期 因为我们图书馆已经是我们所有的朋友 每天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伙伴 每个人都很希望知道图书馆什么时候会修好 那我们就想说与其让大家这么关心 又不晓得未来的进度 我们就在门口设了一个看板 每天的进度在那边报告 然后每进来一次你就接近完工 更接近一次 那我们是9月6月还要完工 那我们现在所有外墙的这些砖块 都已经烧制完毕 我们强调这是一个32年的历史空间 要维持它历史氛围的一致 所以我们非常谨慎每一个步骤 我们都希望强调不要改变整个 一文中心周边这整个场域的氛围 所以大家放心 未来整理好的图书馆 会保留您过去所有儿时的回忆 但是又更加的新银美观 文化中心图书馆因为外墙红砖剥落及渗水 在4月展开了修缠工程 文化处长表示 这次的工程也加强了屋顶的防水措施 并且一定可以如期完工 给民众一个方便舒适的图书环境 记者廖萍娟 台东市报道